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从标题里您应该也能看到了 就是今年5月份 苹果将要更新的iPad Pro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将用上M4芯片 用上M4芯片的话 就让这个更新一下子变得有趣了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点点慢慢到来 那一开始我们先讨论一下 这个消息的可信度 这个消息依然是来自于八哥们 那根据以往的经验 一般在发布会前一周放出的这种消息 准确度是格外高的 原因我想是一般这个时候 苹果的生产早就完成了 甚至部货也早就已经在各个实体店完成了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放出的消息 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因此我觉得M4芯片这件事情 可信度还真有那么高 那回到刚刚说的 为什么M4芯片一下就让iPad Pro的更新 变得有趣起来了呢 那我们先快速的过一下 之前的消息 iPad Pro到底能获得什么更新 两款尺寸 12.9寸和10.9寸的iPad Pro OLED显示器 更薄的设计 更窄的边框 标面屏和雾面屏两个版本 一个摄像头居中的设计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设计上的改变 包括MacSafe的无线充电 当你看到这些更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不就是一个常规更新吗 再加上iPad Pro已经两年没获得更新了 你特别是M3芯片 如果你不换芯片的话 那还更新个什么进去呢 还有一些设计你甚至会觉得怎么居中的摄像头居然还没有用在iPad Pro上吗 还有更窄的边框 更薄的设计 这些也都是锦上添花的 那常规更新吧 这些都是应该有的 那M4芯片的加入为什么就让这个变得不一样了呢 主要是M4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升级版的神经引擎可以在AI任务上带来一个性能上非常大的飞跃 所以Mac根本认为苹果这次对于iPad Pro的市场定位就是一款AI增强设备 考虑到苹果之前无论是销量还是股价表现一直都不太佳 在各个产品线上的竞争好像跟别的对手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甚至有点被反超的势头 那苹果这一次在热门的AI上想要发力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策略 因此也从侧面更加增加了M4芯片出现的可能性 iPad Pro用上M4芯片 那在性能上肯定是没话说 其实这一次苹果在发布会上可能要更新的一个配件 就是新的妙控键盘 那这个妙控键盘也是在外观设计上得到了一些设计上的改变 在和iPad Pro使用的时候能够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笔记本电脑 那内核是M4芯片 说是能够笔记本电脑完全没有问题 那外观再看上去像笔记本电脑 那可能更多人会在挑选笔记本的时候 又更多的偏向iPad了 但说实话iPad Pro性能一直都不是个问题 更多的是它在软件的功能上 是不是能够放开真正的达到笔记本电脑相同等级的软件 这才是一个重点那既然说到了配件 我们就再聊一聊这次还会获得更新的Apple Pencil 这次发布的将会是第四代的Apple Pencil 其实Apple Pencil在之前是获得了一个更新 但那个更多的是取代第一代 而这一次的这个第四代更多的是将会取代第二代 也就是那个可以带磁吸的给iPad Pro和iPad Air使用的那个Apple Pencil 而且据说这一代的Apple Pencil还会获得一个挤压操作的手势 通过挤压手势你可以快速的添加一个变迁 然后打开一本书或者是添加一个签名 还是一个很方便的操作 只不过如果能够如此简单就添加一个签名的话 我觉得苹果在安全性上应该要考虑一下 毕竟你如果拿它来签署什么法律文件 如果任何人一挤就可以把你的签名快速的添加上去 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风险的事情 但同时也有传言说 苹果是在内部测试了一支新的Apple Pencil和Vision Pro的一些功能 网上也能查到关于Apple Pencil用于Vision Pro的专利 所以这个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首先我觉得给Vision Pro配一支笔的话 是一个很合理的操作 因为如果在一个VR空间当中 我自己想起来你如果用一支笔在VR空间写写画画 是不是要比键盘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一些呢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不知道 苹果有没有在考虑Vision Pro的一些游戏上的选择 因为这个挤压的Apple Pencil这种操作 第一件让我想起来的就是 可以用VR来玩哈里波特类似这种游戏 你可以拿这个笔当作魔杖 然后在游戏里面释放魔法 之前哈里波特那款游戏非常火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可以把它带到Vision Pro的VR游戏当中来呢 提到iPad Air 其实有一条关于12.9英寸iPad Air的消息 也是被Young给发布了 那就是这一次这个大屏的iPad Air 并不会像前面传言的说用上mini LED的屏幕 主要的考量呢还是苹果想消解一下成本 那之前说的mini LED的屏幕呢 大多数是来自于之前12.9英寸iPad Pro的存货 那既然这批屏幕不会被用到iPad Air上了 那它会用到哪呢 根据Young的说法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苹果很有可能会添加一个新的12.9英寸的用上mini LED屏幕的iPad 它可能是一款高端版的Air 也有可能是一款低端版的Pro 甚至有可能就是一款全新的产品 那对于这款未知的新产品 我只想说苹果你真的不考虑把你iPad的产品线搞得更简洁一点吗 还在这边下新产品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的 主要就是关于这个M4 iPad Pro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有那么高的 但是到底会不会发布还是要看一周后的发布会了 那关于大家还很感兴趣的别的产品 比如第二代的AirPods Max 还有第七代的iPad mini等等这些产品 在这次发布会大概率应该是看不见的 大家可能还要耐心等待 到下半年的发布会才能看到这些产品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评论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